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8月1號晚上9點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牛曲夢境的王 然後是老頭 那我們看一下排行榜 我現在是在這個372層夢境 那這邊幾乎是神仙打架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排行榜上的大大都是這個 幾乎是那個 怎麼講 巔峰競技場都可以看到的那個超級高手 好 那我現在這個分數是黃金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的這個紀錄 那我這一次啊 我主要不是在講高分的打法 而是我是在測試說 這個那個蜥蜴 索羅斯 到底要用神聖之刃好的 還是神王之野 那我的隊形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就第一名的怎麼排 我就跟著怎麼排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用了大概是 測了15場 那可以看到這個紀錄是由下到上這樣子 所以這5場 我們就是 只看這個這個小數點 這個這個這個應該說是最前面的數字這樣講比較好 4 然後10 然後4 15 8 那最高分就是這個15 那這是用神王之眼的 然後再來5場 7 7 4 6 4 這個是用神聖之刃 然後再來 再來是7 11 13 3跟8 那這是神王之野 那但是最後面這一場的我原先是把號角給那個雙子 那後來看到好像大大都是給羅萬 所以我又給了羅萬 所以最後5場是蜥蜴是那個神王之野 然後號角本來是給雙子我改成羅萬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去看人家的紀錄檔呢 看人家紀錄檔我們怎麼知道說他是神器怎麼給呢 那大概可以看 有幾個這個神器的這個特性來看喔 譬如說我們看這位第一名的大大 好看到這邊就好 這邊才剛開始 我們再重新看一次這個這個開場 好 開場到現在 再看一次喔 開場到現在 你看 羅萬還在做這個前置動作 然後雙子剛進來 這個時候大家都沒有能量然後有一個人的能量後 比別人多一點 他是誰呢 他就是羅萬 可以看到羅萬這邊的那個能量條 橙色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這樣就可以知道說羅萬是裝了號角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小地方看出來說 這位大大在打這個牛群夢境王的時候他的號角是給羅萬 那當然 我們也要注意說這個他有沒有用傭兵喔 那如果是用傭兵的話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傭兵的圖示 那也許有些人是用雙號角 就是 你用小號 戒小號 或是你的傭兵 那傭兵本身有拿號角 然後你用哪一個 哪一個號角 這個雙號角啊 雙神王之眼 雙神聖之刃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都都會有 那我們先看一些這個基本的判讀 然後第二個 如果是拿神王之眼的角色 那他身上會 偶爾會出現加速的這個這個狀況 所以剛剛出現那個加速應該就是 他把這個 神王之眼給了索羅斯 但是因為這個 啪啪熊跟索羅斯還有末日靜位都卡在這個地方 所以會有些不好判讀喔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每一個神器都有一些特性 所以 大概可以用這些特性去抓說到底 這個排行榜前面這些大大 他是用什麼樣的神器喔 因為這個神王之眼 目前所有的神器只有神王之眼 他在暴擊的時候會跑出這個攻速加成 然後身上會跑出加速兩個字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大家可以知道說 那個這個排行榜大大是怎麼打的 但是怎麼說神仙打架呢 就算你跟他照著牌喔 然後就算你的專武也跟他一樣 可是傷害也很難超越這些神仙的那個 的那個紀錄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這位大大 這位大大是之前有跟他一起 很榮幸跟他一起打這個 團隊眼睜 那我們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這個角色左上方可以知道說 他的這個索羅斯 下面有個紅點 所以是三件紅家具 好 那重點是看這個東西喔 上面 生命之數100級 然後戰士 是90級 這是什麼天文數字啊 然後坦克90級 然後輔助90級喔 那輔助90級的話基本上那個級數就很多 那我記得網絡上 你可以找得到說到底這個 生命之數每個職業一直點上去之後他的加成效果是怎麼樣 那戰士90級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我現在把我現在這個生命之數全部洗光光 全部點到戰士去我覺得大概也是40 50而已喔 所以我的這個數字是27 15 15 25 40 那個是90 90然後怎樣的好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戰士90級差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只要看這個就好了因為這個是 但是在一次更新之後戰士有改版這個 這個這個戰士的那個技能嗎 橫衝直撞 受此祝福的英雄對敵人造成傷害的時候然後3秒內 生命恢復效果下降好這個不重要 重點是受到的傷害增加18% 這個當時 改了這個技能之後突然之間 戰士就變得比較實用 因為這個增傷的效果 那我們看喔 我現在這個技能啊 他是我們點這邊 他是第2集 因為我們在這個圖示下面這邊可以看到一個2 那第2集的話是受到傷害增加18% 然後我們看喔 在下一集 35級解鎖 35級解鎖的時候呢 就是受到的傷害會增加21% 所以會增加3%這樣子 那因為他有三個技能 所以說我覺得是 每5級 應該是每5級 輪一次吧 所以說你到90級之後 至少橫衝直撞還可以多升個 至少會多升個3級不是問題吧 所以他這個受到傷害增加如果是90級的戰士數的話 21% 24% 27% 30% 那這樣子的一個增傷的效果就會 很快的把這個魔王的傷害拉開喔 所以說我們跟這個神級的玩家去拚這個牛腦 獲取夢境的這個傷害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先天上的差異 所以我們看一下大概前幾名的大大 大家的那個職業數是怎麼樣 我這邊說就是說你除了去參考對方的陣型之外 那打不到人家傷害呢 也可以看一下說是不是因為這個生命之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第一名的這個大大 Root權限 大大 然後你看 他把這個遊俠跟這個法師都洗掉 然後全部都點到這個戰士跟那個坦克 還有還有輔助去 93 8993 我就在洗光光我也點不到9990幾這個數字 然後第二名的這個大大 他都是幾乎都是排行榜第一名的大大 殺戰大大 然後也是89這樣子 我們來看50名好了 50名的大大 這個戰士的這個職業數也是77級 所以這個從職業數可以看出來說 他的那個增加的那個增傷效果 其實就硬生生的跟我們這些 一般人比起來就是多了10幾% 所以他的傷害 基本上要贏你大概10幾% 這個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好然後另外就是有時候看專武不準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專武啊這個末日 專武還沒有到30% 趴趴熊也沒有到30% 但是傷害就是基本上就是無法超越 那我打了15場 然後最好的這個傷害是在這個15 那傳奇來講 我們看一下傳奇 傳奇這邊的這個紀錄如果說你要上傳奇的話 因為我最高是15嗎 我們不要看傳奇好了 傳奇第50名是28 到鑽石 我對到鑽石至少要到22 我們來看22的大大好了 這個 有幾位是我的好友 看看這位好了牛散訪 他的戰士的這個生命之數也是40級 40 24 30 25 25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大概就是從這個生命之數的這個戰士的這個職業 以及說我們可以看說 這個開場 開場角色下方的這個 能量條 大概可以去 判讀說對方的這個神器的這個裝備 但是就是說你都跟人家裝備的一樣 另外就是要看家具以及這個生命之數的等級 那尤其是這個戰士喔 因為戰士的這個生命之數的技能是直接影響到這個傷害量的 所以大概是這個方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OK我們跟這些 神級的高手是差在什麼地方喔 好那這個我玩了一年多然後生命之數也頂多就是這個樣子喔 因為沒辦法因為那個 所以或許是壓頂有必要但是我覺得 其實資源上的話我覺得 感覺上也是還好齁因為就是如果說 當然啦你每兩天大概是會差大概400 應該是400左右的這個 普爾幣喔跟那個星塵 那也許會越拉越開 不過反正那些神級大大本來就是追不上那個狀況 所以就放輕鬆玩就好了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喔謝謝大家觀看的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